你們很難想像 所收到的MeToo的爆料有多少對不對 將近破百 我曾經在小學我就是個受害者 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練國小 我被我教育主任 只要每次看到我 就摸我下體 反正他露出行李回家說 哇我那邊又長大了 可是騎驚兔小學 照教育主任摸下體 加碼遇到大小S要頭北極了 要頭晚上都在開拍呀 這些關係人呢 一口同聲的講一句話說 這兩位姐妹 曾經 他們認識過 後來有這樣子的行為 他說汪小飛的爆料是確實 黃子焦日前地圖炮掃射演藝圈 提到大小S當年課藥 雖然大小S事後發聲明駁斥 但勾哉格斯琦21號 也在節目捐問什麼事加碼指稱 不止一位藥頭透露認識大小S 還說那藥是透過一位黃姓藝人 專收給他們姐妹知識 並非黃子焦 現在還在問大小S課藥 很多事情我真的知道 但是我不幫您說 應該會拖累很多人 黃子焦想要花掉 百分之九十而不是 是事實 事實跟真實不等於 是事實 代思經紀人高維奇對此直接否認 這20年姐妹倆天天用藥的情況下 外表會長成什麼樣呢 還能夠思路清晰 照常主持節目出席代言活動嗎 一切相關不實報導與言論 皆以委託律師搜證中 憲哥曾經講過一句話 知道的越多 嘴巴恐怖就要越緊 這點 在演藝圈做最好的人是誰 王偉忠 偉忠哥 太年面目感受的 就是很鎮定地告訴你 你不要跟我爆料 你不要問我 我也不想知道 我不會告訴你任何一件事 當然就是關於那家這個事情 當然我是拿了證據去求證 他聽了前面三分之一 馬上就終止 他不想聽到這個故事 不管他是演藝圈的大哥 我真的 因為他知道了他也偷懷 乾杯跟對方講 乾杯通風報信 你們很難想像 所收到的 MeToo的爆料有多少對不對 犯性破壞 三條 五條 是猛歌 兩條 是中科 三條 是解決背影 所有被性騷擾 所有被強制猥褻 所有被性侵的人 哪一個當下能及時提出證據 不管在不在MeToo 你們都不能去譴責一個被害者 我曾經在小學 我就是個受害者 我也被男生性騷擾過 我也被蠻生摸下體過 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練鼓小 我被我教育主任 只要一看到 每次看到我 就摸我下體 他露出前面 我一下說 我男朋友長大了 我是一直到大了以後 甚至當了記者之後 我才知道什麼叫做性騷擾 我被男兄 男兄鑽於口吻全部 他就把我當人親近的探戴 犯照顧我 後來他只是一時之間 想要解決他的性需求 我就對我的身體 非常好奇 我把他這樣合理化 有點自我去解決這樣子的傷痛 因為我要跟他道歉 所以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他開口要跟他道歉 受到我的人 他還是個心理師 所以我很難想像的是 他們去幫助別人 去治療別人 我也沒有去報警 我也沒有收證 難道我講究不是實情嗎 社會就是那麼恐怖嗎 你有說到威脅過嗎 威脅都是當下的威脅 你敢拍 你敢報出來 明天我就燒了你報社 一個藝人的朋友說的 很大卡 你敢拍對不對 就揍你 夜問那個時候 還沒一個打四個的時候 就是一個被師被打 我不會改變我的初心 我也不會因為受到了 就是任何的律師函 打退彈的鼓